女性专业士官班第一期 是中华民国国军在民国八十年招收的 第一期的女性士官班队 具有性别平权跨时代的意义 更是大量女性投入军旅的先驱 也让原本非常阳刚的军中环境 多了一些发自内心的笑容 我在新讯单位入伍的时候 连上就有一位女士官的中士人士是 每次他在宣导事项或者是收缴资料时 我都希望他能停留时间久一点 或许国军在女性同仁加入之后 真的展现了不同的风格 也让我们真正的感受到男女平权 今天就跟大家来分享 我服役过程中最优秀的第一期女性士官 我在服役大概五年后 调整到了机关性质的单位服务 我第一次看到这个一期的女士官时 她当时是上市后勤士 因为跟我的业务没有什么相关联 所以就只知道有这样一个人 没有太多的接触 直到有一天 后勤科的后参观突然被调职 遗留下来的业务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 后勤科长下达了一个命令 真的是让我吓了一跳 他竟然叫一个上市去接一个中校的业务 我那时候心里还在想 这是开玩笑的还是真的 那个中校都接得很辛苦了 每天都要加班到凌晨了 叫一个女上市接得起来吗 然后我就开始也看到每天这个女上市 是加班到晚上八点 真的是有比以前的工作烦重了许多 毕竟是中校的业务嘛 不过说的也奇怪 每周参报的时候 看到军团级的提报资料 很多单位的后勤相关资料表单 都没有按时的承报 而被提报了出来 结果我们单位是一次都没有被提报 那个时候我就开始觉得 这个一期的女士官应该真的是很强 还记得我以前的影片当中 有提到过一个最优秀的士官督导长吗 我跟她在同一个单位的期间 她自己就推出了一个做法 就是全部的士官除了自己本身的兵科专长外 要去培养第二个专业专长 而且她就是要从最资深的人员开始做起 以表达她的决心 所以这个一期的女士官 也被列到了第一波 要去各兵间训练中心受训的对象 即使她有千百个不愿意 毕竟有了家庭要照顾 但是她还是去北部了 接受这个围棋七周的训练 不去还好 去了大家吓了一跳 当时的她已经四十几岁了 这个班队是非常需要背诵能力的 她竟然以第一名的成绩结训 士官督导长知道后 马上帮她签了一个奖励案 可见这个一期的女士官应该很会读书 我退伍的前五年 国军政绩级在推动军进士官制度 各军种也想尽办法要提升士官的素质 我记得士官自己好像有举办一个 士官本职学能的准则测验 我看过那个题库大概有快两百题的问答题 合格成绩好像是九十分 所以单位的士官督导长每周都会排定先期测验 以迎接下个月的总部测考 唯独这个一期的女士官长 没错 那个时候她已经是士官长了 因为业务很忙 错过了每次的先期测验 那个时候我还在想说 少了几次的练习 这个女士官长最后的测验成绩 会不会不及格啊 总部测验完毕之后 我整个就被打脸了 全国士官那么多 就只有三个人满分 而我们单位的这个一期的女士官长 她就是满分的其中之一 她马上也获得了一千元的工作奖金 从那次之后 我真的是发自内心 非常的尊敬这个一期的女士官长 这个最强的一期的女士官长 也在我退伍后两年也办理退伍 在她身上我真的看到了超强的业务能力 不管是科事协调 文书处理 规划执行 她都非常的厉害 我绝对可以发誓 她肯定比一个上校还要厉害 背诵能力那就更不用说了 四十几岁后 还可以拿下截讯成绩第一名 准则测验还拿下满分 我真的无法想象 她当年年轻的时候背诵的能力 那一定是非常的惊人 如果国君都是这样的人才的话 国君肯定会变成世界上最强的公部门 以上是我针对我服役过程中 最强的第一期女士官的分享 在这个两性平权的时代 有越来越多的女性同仁加入了国军的行列 有的军种女性同仁的比例甚至高达13% 在我军旅生涯最后五年 也看到了不少的女性军官担任了排长的职务 其中不乏相当优秀的女排长 有的表现甚至比男排长还要好 我所评论的并不一定代表全国军的女性军官排长 也请大家不要再嘴我了 我只是把我这几年看到的跟大家分享 其实只要你肯用心学习 多多尝试加强自己的本质学能及体能 你一定也可以成为一个优秀的干部 我自己也只是一个国立大学毕业的军人 我也没有觉得我比别人差 第一个排长 他是国防大学中正理工学院毕业的军官 出任官就担任排长 他头脑真的非常好 思绪也相当清晰 体能也非常不错 对于长官交办的事项 总是能非常有条理的规划完毕 最让我感动的是 他原本对于各项占据是完全不熟悉的 但是因为排上需要测验 他非常用心的去学习 也请我多次教导 最后他竟然完全熟悉了各项格斗测验的项目 还能讲 能教 能纠正 能指导 看到那一幕 我真的很想说 排长 你真的辛苦了 然而最让我感动的是 他手榴弹基本投资 竟然可以从原本的18公尺不合格 进步到了30公尺 我整个吓死了 看到那个成绩 我真的感动到流下泪来 谁说女生就一定不行 只要下定决心 不为业 非不能业 她真的是我心中非常优秀的一个女军人 第二个排长就是一个专业军官班的女排长 来单位之前 她已经历练了快一年的排长了 我一直以为她到单位后 一定可以得心应手 马上适应这里的部队生活 没有想到她给我第一眼的感觉是 你没事吧 需不需要去看医生 我看她一脸苍白 好像快晕倒了 做起事来非常没有元气 长官问话 她也总是有气无力的 对于排上的各项事务 我也没有看到她的用心 只看到副排长一直跳出来插屁股 她只要一感觉到委屈 营区指挥官就会马上接到她家长的电话 过了一段时间 我真的觉得 她到底是二兵还是一个中卫排长 你不会没有关系 我们都可以细心的教导你 但是你总是选择不要接受 不去改变你的做法 我们也没有办法 我们也尽力了 其实我对于什么样的出身 真的没有太大的想法 毕竟我也不是军校毕业的 但是军校毕业的军官 的确有她的优势 毕竟接受了四年的军事教育 下部队之后 一定会比专业军官班的军官 数值好上许多 但是起步好 不一定能维持到最后 只要专业军官班的军官 不断努力 或许有一天 你也可以超越她的 以上是我针对 专军跟军校的女排长 为什么差那么多的分享 就提供大家做参考咯 如果大家对国军基层各项事务 有什么问题的话 欢迎大家在底下留言 我会尽力为大家解答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频道的话 麻烦帮我按赞订阅 并分享我的影片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